影片分三部份,第一部份示范更換電池 第二部份順便拆下觸控板,看一下構造 最後一部份講解電池外觀及內部基本規格 因機殼用了特別的螺絲 所以拆殼前你需要準備一枝梅花頭螺絲批,最好更要有一把小鋼鉗 拆除13粒螺絲,就可將底殼拆下 用十字螺絲批,拆除7粒螺絲 拔除電池接線,就可將電池拆下 安裝新電池時,小心不要壓倒散熱風扇的電線 安裝新電池時,小心不要壓倒散熱風扇的電線 拆除7粒螺絲,就完成換電池步驟 裝回7粒螺絲,就完成換電池步驟 過程簡單,無難度 拆除觸控板 拆除5粒螺絲和接線,就可將觸控板拆除 拆除5粒螺絲和接線,就可將觸控板拆除 控板採用左單一實體按鍵 芯片用料,PCT2342QC,最多可支援10點觸控 最後講解一下電池 電池內部用料兩塊聚合物理電池 電池內部用料兩塊聚合物理電池 以串聯方式合共提供7.6伏和4830mAh 電池充滿時,電壓接近8.6伏 感謝收看,下次示範換鍵盤,請訂閱收看 按讚